这次播报新闻 持续关心社会消息 苗栗通宵火力发电厂中午发生火灾 工人正在进行一座重油槽的拆除作业 由于施工火花引燃草底的油泥引发浓烟 苗栗消防局出动多个分队前往灌旧 洒水降低草体的温度 索性施工的工人没有人受伤 张物录的报道 苗栗通宵火力发电厂 一座容积五万工柄的废弃重油槽 正在进行拆除 上半部已经拆除 施工人员继续拆除槽体 接近中午施工火花掉落槽底 因为底部仍有一部分油泥 火花引燃油泥造成大量浓烟 施工人员一开始用灭火器铺就 不过因为浓烟太大 暴请119协助 苗栗消防局动员多个分队前往铺就 通宵火力发电厂副厂长邱文光表示 这座重油槽已经废弃十多年 消防队员拉出水线 撒水降低槽体的温度 以免引发其他火势 这起火灾在40分钟后控制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中广记者张文璐在苗栗报导